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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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我想问一下Jawain 你们在高中时有没有做很多课外活动 我在高中时也有参加很多学会和团体活动 其实最重要不是做什么活动 如果自己有兴趣和表演到 你的领袖才能是很重要的 你要在学会当中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想问一下 说起申请大学 很多时候小朋友终于拖到最后一刻的 你会觉得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 做好证明镜与点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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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或者你的医生给你的推荐信 推荐信有多重要呢 推荐信是很重要的 因为从另一个角度 表扬你个人的性格 所以真的很重要 所以如果要问一个人帮你写 最好就是早点问 因为可能他们会忙 还有他们可能帮其他人写推荐信 而且要找一个人 你觉得会写一张很好的推荐信给你的 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 找一个我认识的 其实这个人真的要能够了解你 能够真的写到你很多优点 我想问一下 除了推荐信也要自我介绍 UC Berkley今年听闻 他的自我介绍 不单止UC Berkley所有UC系统 我的自我介绍其实是改了 需要说很多关于 你那些community service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 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最好就是真心去写 因为真心和不真心是看得出的 因为我那时候写 那些作晚军时候 让人们看一些意见 他们会看到哪张是真心 是不真心的 所以最好写一份很好的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要真心去写 那你自己在当年申请UC System 那时候 其实你也有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呢 是的 是的 全部都是 就是 like for leadership and experience 其中我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在最后 那就问一下这个Joanne 你在这个SPIREHK 学到什么呢 我在SPIREHK 之后呢 我变成了一个 Marketing Apprentice 但是在一个学期之内 我已经升了做Coordinator 那我通过这个 Position和Role 我学到很多Leadership 机会和很多 不同的 集团有谈生意 所以帮到我 做商业管理的major 那说起SPIRE 你们的contact information呢 是的 你可以在Facebook找到我们 是SPIREHK的名字 还有我们有自己的网站 是www.spirehk.org 那我们多谢了Annie 和Joanne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探讨 申请大学需要留意些什么 欢迎回来 温馨全晚家 那今天呢 我们要探讨 就是高中十二年班的同学呢 就如果要申请大学的话呢 就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在我身边呢 就有Joanne和Annie 那刚才呢 你们就说了 就是那些课外活动呢 那就说起 其实申请UC System 尤其是你们本身现在在Berkeley 就是你说呢 其实是GPA重要一些呢 因为课外活动重要一些呢 其实两样都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说只是成绩 或者只是课外活动的 所以两样有是最好的 那Joanne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和Annie 也是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UCE 已经进入了Berkeley 你们当时申请这个大学的时候 你们其实申请了多少间呢 我刚才只是申请UC的学校而已 我没有申请私立 就是私立学校 那你也没有申请 我有有有 那些是我说的backup 因为我始终都是想去UC的 那Joanne呢 你那时候申请了多少间呢 那时候我申请了差不多六间 但我UC Berkeley也是第一个选择 所以你结果也是进入了 是的 那你们以后的志愿是打算做什么呢 以后 以后打算做工啊 找工作 就是打算做哪一方面呢 我对于有研究的方面有兴趣 是哪一种研究呢 因为我的研究是认知科学 英文叫做Cognitive Science 是对于脑的关系 就是学的脑的specialty 我想对于研究是学 研究更多的脑的 那是不是跟psychology那些有关系呢 也有些关系的 就是研究一下 怎样人家的大佬会这么想 是的 那Joanne呢 我打算做什么corporate business 类似金融那方面 哦 这样 那就说起这个推荐讯 那你们当时 你可不可以跟电视机旁边的同学 分享一下 你们当年就写推荐讯 你们大概提早多久 就是找那些教授那些呢 哦 是 也是很早的 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会想问那些老师 因为那些popular老师 不想等太久他们做 所以很早下 大概早多久呢 两三个月吧 就是大概在这个八月份 七月份就要 是 是 是 Joanne呢 我当时高中比较小一点 所以先生的关系会亲密一点 所以我们 我是比Annie 比较迟一点 但是我建议的是 早一两个月 那你们Aspire HK呢 是因为未来你们计划会有什么活动 有什么会帮到那些高中生呢 我们打算去他们的高中 去做一些workshop 教他们有什么 推荐上的tips recommendations 是 我们现在Aspire 暂时想跟那些 Bay Area的高中 做partnership 那我们已经在那些高中 有个club 我们平时都会去那些workshop 关于怎么报大学的 嗯 那刚才呢 就是重复了一次 那我们再请你们再讲多次 你们的温馨小提示 那温馨小提示就是 早点计划好 你的申请过程的计划 还有没有那么问 你做 还有就是 Proof read everything and don't submit everything too late 嗯 Joanne呢 我的tips就是 如果遇到什么 不懂答问题 最好是找个counselor 或者上网找这些问题 嗯 那再讲多次 你们的联络方式 联络方式 你可以找我们在facebook 我们的名字是spirehk 我们都有自己的网站 是www.spirehk.org 嗯哼 那我们多谢Joanne和Annie 那我们今天 温馨全晚家的时间也都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